立法院接下來的這個狀況會是怎樣 藍白會合作的更緊密 然後大法官就倒楣 嘿 你們就成為代罪羔羊 對 我覺得 就這個台灣有一個外國的學者 他長期在中研院 那他是專門在研究台灣選舉的 從李登輝時期一直到現在 那他就有盤點這個 民眾黨未來可能的走向 我覺得寫得還蠻不錯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他叫動算 他的部落格叫動算 他裡面講到幾個蠻重要的地方 是當今天民眾黨就是在初期的時候 他一定會去 他叫deny reality 就是否認事實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黃國昌他如果要讓 這個認知失調可以成功 他一定要告訴大家 現在新聞媒體講的這些都是假的 都是被操縱的 媒體都全部是民進黨的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他才能夠讓他們有這個認知失調的狀況 他才能夠作為英雄 把這些人接下來 那接下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他認為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但民調可能會一直往下走 如果民調一直往下走的話 對他們來講 他們就已經沒有民意的壓力 那沒有民意的壓力的意思就是 反正他有一群純化的支持者 他會更極端 他會更極端 那他走得更極端的時候呢 在立法院裡面我會認為 會比尚惠奇更誇張 那他跟藍的合作會更多 尚惠奇已經很恐怖了耶 對 而且他的極端 除了就是指的是意識形態 或者說他做的事情極端之外 他反而 因為他的來源 除了1.5億的政黨補助款之外 他反而會讓自己代價而估 就是說你看 現在國民黨很多人就出來喊說 因為現在國民黨比較被動 民眾黨反而就是可以講說 我來跟誰合作 我來跟誰合作 他的利益的來源 反而是針對著國民黨 跟國民黨的支持者來對話 那在那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們的合作一定就只會更緊密 不會像我們之前想說 會不會有可能稍微鬆動了 想要說服更多的中間選民了 是不是會來跟我們討論一些法案呢 我覺得反而正正相反 所以這也是我們現在蠻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會起 預算或者是人事權 民進黨通通不要想過了 我覺得 我覺得預算一定不太妙 那人事的部分 NCC可能就是會一個血戰 大法官一定也會 那更不要講說這個 國民黨那時候提的這個憲法訴訟法 民眾黨一開始的態度 並沒有那麼的贊成 我覺得搞不好 他們現在會走贊成的路線 因為他會講說 按照現在的案件 我們發現這整個體系都是有問題的 連大法官 連這個憲法法庭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走這種極端路線的話 對我們來講並不是意識 對台派來講不是好事 哇 聽起來好可怕 天啊 立法院下個會期 比上會期還瘋狂